接下來要講的是另外兩個化石燃料 石油跟天然氣也是一樣 以前就教過了 古代的凍植物 然後沉積在海底 然後細菌的作用 然後巴拉巴拉巴拉結合 一樣有地殼的高溫高壓 就變成黏黏稠稠的石油 或者是氣體的天然氣 天然氣 這也是應該古車學過的 看一下回顧這樣就可以了 古代的凍植物 經由液殼的作用 變成一個固固的黏稠狀的原油 以及氣體的天然氣 那麼剛剛挖出來的就叫做原油 你聽到電視上泡什麼 北海布倫特原油啊 什麼什麼原油啊 期貨啊 就這個東西 它是主要的複雜的碳氫化合物 這個以前教過的所謂的廳類 廳類 我說我們念廳嘛 廳類 這樣子它是 所以 這是一個複雜的混合物 原油是一個複雜的混合物 所以它的提煉跟處理 就要比較麻煩 然後它要分裂 要分裂 OK 原油和氣化合物 複雜的混合物 好 所以呢 因為它很複雜 所以呢 它沒有辦法一次就處理完 所以我們就會先分段 分段 再分段 這是最初級的分段 最初級的分段 摸上去 分段 增六 隨便亂講 這一段呢 是70度到110度的 所以出來的是背點70到110度的 所以它分流出來的成物仍然是甚麼 仍然是混合物 這個表格有人問的很細 問你這一段是甚麼 這段是甚麼 我覺得不用背啦 你不用背 哪一段是甚麼不用管 你只要曉得最下面的 最下面的是肺點最高的 會比較成固體的 最上面的就是肺點最低的 最容易變成氣體的 就可以了 你知道 底下是肺點比較高的 上面是肺點比較低的 至於每一段 每一段甚麼東西 我個人覺得不需要背 雖然有人考過 有人問過 但是我覺得是不用背的 你看一看 欣賞一下就可以了 講一張也有寫 就看一看就好了 然後呢 這個講過了 最上面的是肺點越界 所以這樣就是所謂的裂油氣 裂油氣在最上面 裂油氣在最上面 這是背點最低的 所以最容易變成氣體的 下面就是所謂的瀝金 背點最高的 最高的在最下沉 我講過了 這件事知道就好 至於中間的每一段 每一段甚麼產物就可以不要管它了 我個人這樣覺得啦 我個人這樣覺得是 你就記得最上面跟最下面 背點一個最高 一個最低 然後這些甚麼東西 這個看一看就可以了 這樣就夠了 我個人覺得這樣就夠了 不需要了 看那個叨叨叨 之類的東西 OK 又是了解一下分六 因為我是一個複雜的混合物 所以我沒有辦法一次就把它全部體驗出來 所以我就分段生六 水分段生六 所以出來的還是混合物 那個甚麼叫六清 六清就是第六清油裂結廠 就是人家的原油分六出來我的清的 清油的時候 再送給我 我再進去再把它分開 再分成我所需要的廠物 對 後折這樣子 這個意思 OK 那麼這個名字你就看一下 這以前有的東西 剛剛講的最上面是煉油漆 就是甲碗一碗冰碗丁碗 甲碗一碗冰碗丁碗 就是所謂的煉油漆 背點呢 都不高 所以常溫 常安下都是所謂的氣態產物 叫煉油漆 然後再來就是煤漆 在古時候 古時候會用煤漆 所以煤漆中毒裡面 有一氧化碳 然後呢 甲六產物雜質去掉之後 所得到的東西 現在已經沒有人再用這玩意了 就看過去就好了 好 再來是水煤漆 古時候有提 現在沒有膠 當作一個補充知識告訴你 一氧化碳跟清魂合物 把燒紅的碳噴水 就會得到它 所以有水 這叫做水煤氣 它還是有液漆化碳 所以 西多勒還是會 再見 Saya Nana 還是會種水煤氣 這個 現在課本完全沒有提了 看一下就好了 好 電磁劑 這個乙缺 國中也沒有膠 乙缺 高中會出現 乙缺 這個經常用在焊接上面 乙缺 所以看到這裡怎麼反應 欣賞一下 看的話 剛才叫電磁 然後咧 再把汗跟水作用 現在叫電磁器 從電磁得到的 所以叫電磁器 這個 國中現在也沒有膠 沒有膠 知道一下 這實際上各位 因為以前曾經有人提過一些名詞 讓各位了解一下這個名詞的意思 他講的是什麼東西 欣賞一下 看看就好了 好 背不起來就算了 因為大部分現在都不在焦了 不在提了 OK 這是剛剛跟你講過 他用在焊接 乙缺液在焊接 陽魂合耳 高溫的火焰 叫氧缺焰 所以一些鐵工廠來焊接的時候 用到它 就用到它 乙缺焰 看起乙缺焰 OK 那石油可以怎麼用呢 就是一樣 大部分當作燃料 拿來燒或什麼之類的 好 汽油 就是我們現在大部分的車子 燒的都是 汽油 大部分車子的車子 大部分都是汽油 好 內燃機 汽油引擎 煤油 煤油燈 還有飛機的燃料 就是飛機的燃料 柴油 輪轉大卡車燒柴油 然後以前的柴油引擎 有一些缺點 噪音大 震動大 黑煙大 黑煙大 現在科技進步了 噪音變小很多 也不冒黑煙了 震動也比較小了 所以現在會有 所以以前它只放在大卡車上 那個不需要什麼舒適的大卡車上 但是現在呢 會有校車也用所謂的柴油引擎 也用柴油引擎 因為它就不再冒黑煙了 裡面那麼大的噪音了 那柴油的好處是 它至少到目前為止 它都比汽油便宜 至少到目前為止它都比汽油便宜 而且它的馬力強 基本上它就比較省能源 可以呢 比較少的油可以跑得比較遠 可以跑得比較遠 比較省能源 所以呢 有一些人會認為 柴油引擎是以後的趨勢 就會不敢講 不過至少現在柴油引擎跟以前已經 不一樣 所以現在會有校車會用柴油引擎 也許你爸媽開的就是柴油引擎的轎車 補充問題 好 因為它裡面把一些油分都拿掉 不見了 還有燃料油是鍋爐用的 燃料油可以來燒 所以基本上是拿來燒啦 當然還有別的用途 等一下會教到 它會從裡面 體煉出很多的東西 然後來幫我們製造很多的東西 所謂的石油化學工業 後來等一下再跟各位講 這邊講的都是拿來燒的 當作能源產生熱能用 這就是有關於我們石油的利用 OK